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 众生不可思议 所以任何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能看不起别人 不能看低别人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本事的 叫众生不可思议 听得懂吗 一个修行人要用关怀的心去想众生 你说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关怀 心里要想的众生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你经常去想着众生的话 你会锻炼自己的心 怎么锻炼呢 因为你的心会常发慈悲心和菩提心 才能成就佛道 一个人心中老想着众生 你对自己自心有个锻炼 你这样会发菩提心 你时间长了 就是人间的佛 所以我们要举着智慧的火炬 照亮娑婆世界 为什么叫举着智慧的火炬呢 你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没有智慧行吗 你说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如果没有智慧 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所以很多人一辈子苦 就是苦的没智慧 傻傻的 就是不卖账 最后苦了自己 跟这个闹 跟那个闹 跟这个斑 跟这个发火 跟那个不应该得罪的人 去得罪人家 你不知道啥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智慧 就是你不知道 从小给你吃甜的东西 你都不知道吃过盐 你哪知道什么叫甜呢 你要有过智慧 你下次就不会去做傻事了呀 你没碰到过 你当然就傻事了 所以照亮娑婆世界 就是唤起苦海众生 你看看每个人都傻 师父现在用智慧教你们 什么事情能够成功啊 不发脾气就能成功 什么事情能够做的 能够让他做的越做越好啊 人卤 人卤的人 人家拿你没办法 你跳 人家就搞你 我能忍耐 你在单位里 跳的人很快被领导 叫去谈话了 再跳 换走了 对不对呀 忍耐的人呢 你骂我我就不讲 你嫉妒我我也不讲 最后领导会把他换走不了 很多男人有意的找茬 跟自己的女人闹啊闹啊闹啊 最好他跳 跳了嘛就把他掰了 对不对呀 你不要跳嘛就好了 这个就是境界 你就咬咬牙 人卤 好好地守住自己的心 心不动 什么都不会动 那么就叫 卢卢不动 所以 众生应生 无名烦恼 把智慧藏住了 因为我们众生啊 生无名烦恼 无名烦恼什么 不明白呀 才会有烦的呀 这是事情你明白了 不没关系的 你就不烦了吧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你在单位里 你不了解这个领导 他今天跑过来骂你 你不了解他 哎呦 厂长来骂我了 哎呀我被炒鱿鱼了 不行了 你会烦恼来了吧 如果这个人 知道了解厂长的 这个厂长嘴是嘴巴里讲 从来不会炒人的 他这个讲过了就算的 那么你了解他了之后 你还会生无名烦恼吧 他跑过来讲你 没关系 厂长经常这样的 讲过了就忘记了 我老婆就是这样的 骂过了算了 我老公就是这样的 讲过了就算了 你了解了 你不生无名烦恼 你不了解生起无名 无名是什么 不明白的烦恼 所以你们过去有烦恼 都是因为你们不了解 这件事情 它的走向 所以无名烦恼 会把你的智慧障住 障碍住 所以你去看 一有烦恼的人 他没有智慧的 碰到事情 不能没有智慧 要开悟 佛法在世间 要在人世间就要觉悟 今天佛法在这个人间 我们要好好地在人间觉悟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觉悟 不要去让人家伤心 我今天感觉这件事情我不好 赶紧开悟跟人家说对不起 这叫觉悟呀 是要面子啊 所以师父要你们要懂得 学习佛的智慧 去感悟体悟 佛的教义 教义是什么 菩萨为什么叫我们精进啊 佛为什么叫我们忍辱啊 你知道忍耐不得了的 忍耐化解很多烦恼的 他在骂你 你忍耐下来 接下来就没事了 你就算碰见坏人强盗 抢东西在马路上 你学会忍耐 不要去跟他骂 不要跟他叫 他最多把东西抢走了 他不伤你呀 我们有很多佛友 就懂得这一个节 过了就是过了 给人家抢掉就抢掉了 你说说看人重要 还是钱重要啊 听得懂吗 所以在澳大利亚 所有的加油站呢 只要你去抢 他马上就手升起来 就这样 他可以保险公司 可以赔给他的 听得懂吗 不要去跟人家吵 你什么好吵的了 吵的人是最傻的人了 对不对呀 你吵得过别人 人家恨你 你会留下后患 你吵不过他 你自己生气难受 那你说吵有什么好处了 跟人家争有什么好处了 不是伤别人就伤自己呀 总归伤自己了 所以永远不要去跟人家吵 笑嘻嘻的多好啊 好接下去要学习 如来的智慧 彻底的明心见性 才能自主生死 如来就是佛 佛就是如来 自主生死是什么 我今天可以控制自己脾气 我想开心就开心 我想不开心就不开心 我今天能够控制自己 我不发脾气 明明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我控制住自己 我不跟人家搞 你可能这条命就救下来 你不是自主生死啊 听得懂吗 不要去跟人家闹呀 人家今天跟你认识 跟你在一起 他都是有他的缘分 在里面的呀 你硬要去破坏这个缘分 你这个人可能就会 被这个缘分会破坏掉 你可能就会伤心啊 你会流泪啊 你就不能自主自己的 生死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感情呀 生了也是为情所生啊 死了也是为情所死 所以人一辈子离不开一个情字的 哪个人离得开情啊 所以在佛经上讲过 比如暗中宝 无灯不可见 佛法无人说 虽会莫能了 比如今天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宝 灯看不见 全部暗的 在暗中有个宝贝 没有灯 你就看不见这个宝贝 那这个宝贝就不是你的呀 佛法无人说 虽会莫能了 佛法好如烟海 靠自身的业力 很难摸索到 佛法的真谛 就是说 你们自己都是中学生 靠你们中学生这点本事 想把中学生的课题全部做完 那是不行的 一个人如果想把人间的烦恼消除 要用什么方法呢 菩萨的智慧来解决 你要用高中大学生 或者博士教授这种水平 来解决你中学生的课题 很快就解决了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要有大善知识 启发我们的众生的智慧 这么好的佛法 没人去告诉别人 没人去说 你们现在看不见 师父现在把你们的智慧 启发出来 你们就看见了你们的智慧 这个就是佛经上翻译过来的 人不能没有人教导的呀 对不对呀 你看我们人可怜不大 小时候有老师啊 家长啊 就是毕业之后 开始到社会上 就没有这么个人了呀 所以你看出事 全部都是出来毕业之后呀 小的时候不出事的呀 一毕业之后 婚姻出事了 感情出事了 钱财出事了 对不对呀 工作上 岗位上出事了 为什么 没老师了 因为我要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痛苦 不代表你们以后永远痛苦呀 今天你们想不通 不代表你们永远想不通呀 今天你穷 不代表你一辈子都穷啊 今天你有钱 不代表你一辈子有钱啊 你懂得这些 你什么事情想不通了 不代表你一辈子都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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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代表你一辈子都穷啊